這個你怎麼看這個雙北 現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現在這個如果說 民進黨真的這個要說服這個 當然這個陳時中選台北市 陳建仁去選這個新北的話 那你覺得這個國民黨還有希望嗎 而且呢國民黨現在打出來的是說 要決戰北臺灣 他重點呢這個根據黨內人是說 他輔選重心現在就是在台北市 跟桃園哦 那可是呢光是在這個桃園附近 這個苗裡你看 在全國政府議長呢 現在又跳出來要聲援 這個朱立倫不要的人選 那朱立倫又應該怎麼接招 你怎麼看國民黨現在也是內部很亂啊 黨內這個不具名人士講的說 這個決戰的重心會在北臺灣 桃園跟這個臺北 其實某種程度也算是說對了 那國民黨其實在臺北 是面臨一個狀況就是說 黃珊珊的確是有史以來 這個應該說一九九四年以來 撒卡都這個選戰的形勢當中 最強的一個第三勢力 而這個最強的第三勢力 有可能在國民黨評估 如果新北市陳建仁台北市這個 陳時中的話 國民黨是最希望陳時中來選 因為他累積的仇恨只會比較高 真假 因為疫情的關係 再加上這一兩年來的這些狀況 然後還有陳時中 因為綠的絕對挺他絕對很喜歡他 但是藍的跟一些中間的不喜歡他 也多有人在幾乎是兩極化 所以疫情慢慢趨緩之後 你不覺得這個效應會遞減嗎 但是之前所那個累積起來的 沒有消散過啊 從來沒有消吞過啊 而且死亡人數的增加跟確診 人數的增加也沒有減少過啊 只是說從十萬九萬八萬七萬六萬五萬 四萬三萬兩萬這樣還是一樣啊 所以這兩年來的這個累積 人民的記憶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為什麼陳時中從神壇走下坡 是這樣的 他的狀況為什麼十八趴拉不起來 就是有可能會被黃珊珊 因為為什麼黃珊珊他的路線 就是我要抓著你綠打 然後就跟柯文哲一樣 曾經我聽過臺北市議員兩三個月前 抱怨過說那個 他黃珊珊跟柯P罵綠的都還比較兇 因為他們想要慢慢的 把這個墨綠的標籤給撕下來 但是其實藍營的支持者也不會忘記 二零一四年當時連勝文被這個柯文哲 白綠合作所打敗的 慘痛的這個經驗 所以包括民眾黨 他們自己在穿的背心 也都是綠色的 所以其實很容易在基層 地方的支持者喚起 這很明顯 他們都知道其實民眾黨的這個狀況 所以黃珊珊他不加入民眾黨 然後因為他還有親民黨的這個 這個黨籍的這個問題 然後他用五黨籍去選 這一招是聰明的 有些人認為說 他不會辭這個這個臺北市副市長 他會一直到選完最後一個月 或者是一兩個月內在看情況 我認為他還是應該可能會辭的 因為高宏安最近一直在炮打林志堅 跟沈慧紅的這個事情 那沈慧紅林志堅相繼拋出七月八號 七月九號辭職之後 接下來這個回力標 如果民眾黨不趕快解決的話 很難自圓其說 所以雖然柯P表現出來 是一個很大氣的說法 尊重這個黃珊珊自己去決定 可是因為在行政資源上 藍綠都不會鬆手跟鬆口 所以黃珊珊如果要累積這個 相罵本的話 行政資源固然好用 像魔戒一樣戴上去 就不想拔下來 但是用反了 或者是用多了 市民也會反感 尤其臺北市 很多是臺北市是藍營的 這個天下不是不是 就像講桃園是藍營的 這個也不可能 也沒有什麼藍營 而是臺北市為什麼叫天龍國 因為中間選民太多了 那中間選民往往能夠決戰 這種藍綠 他的一個勝負伯仲之間的一種狀況 所以現在蔣萬安跟黃黃這個王洪輝 在批評黃珊珊的狀況 我認為他們兩個講的是政治語言 講出他們這個藍營心中的這個 這個會不會呈現的一種狀況 或者是支持者裡面的焦慮 而黃珊珊的回答是外交辭令 你算票沒有意義 但實際上哪一個陣營 就算是柯P的這個白銀 民眾黨還不是一樣在算票 都還是要估啊 所以其實現在藍白咬成一片 就是因為黃珊珊本身他的背景 他自己外省的背景 然後再加上他哥哥黃曙光 那種某種程度退軍啊 還有一些藍的 是的確會有會比較欣賞他 還有他之前跟群著柯P的這個路線 去批律的這個狀況 那蔣萬安偏偏 他之前包括在中正紀念堂 哎那些東西他都屬於變成 好像深藍的會不認同 哎你怎麼這樣子 連自己阿公都守不住 連自己的曾祖父怎麼樣都沒辦法 然後會去負荷率的這個 這個議題的想法 包括同婚啊 包括這個很多的這個議題上 所以蔣萬安一直是走中間溫和的 所以其實蔣萬安 現在靠著黃黎錦炉 還有去幫他找了趙少康 戰鬥籃這些 是想要幫他把這個黃珊珊身上 所吸納的一些深藍藍的支持者 把他再拉回來 能不能成功就要看這幾個月 他們用什麼辦法跟戰略 去想辦法把這個蔣萬安的團隊 給擴大然後他的這個戰略是不是在蒙裏 所以你看蔣萬安他也試圖在轉型 王宏偉也從旁邊的這個角度 做一個這個援軍去切入 去幫他打黃珊珊 就是在這個用意上 因為畢竟以前他們在議會互動太多次了 所以彼此知道自己的狀況跟底線在哪裡 那可是藍白這樣子咬成一片之後呢 我剛剛講的 很如果是陳時中來的話 一方面仇恨值高 一方面可能綠營也歸對了 現在我同意冠庭剛剛說的黃珊珊 現在是他最高峰最大值 如果不趁現在多累積一點 比如說多從藍的挖的一些 更多深藍的 讓他們就顧在這個黃珊珊身上 跑不掉的話 要不然之下之後 如果綠的歸隊是陳時中那邊 他只會更少不會更多 至於你剛說那個朱立倫 是不是成為現在黨內各個諸侯的 這個好像變成最大公約數的敵人一樣 的確是因為提名的過程當中 從桃園到苗栗 然後花蓮呢 則是傅崑琦跟這個他太太徐真偉 掌握了整個花蓮的資源之後 所惹出來的 連花蓮縣的黨部主委張憶華 過去也是這個傅崑琦 在當縣政府的時候的秘書長嘛 所以都是自己人 那所以我覺得用的手法 過程很粗暴 當然是不是很尊重 所以當然會引起這樣的反撲 不過我追問一下這個靖平啦 剛才講到說這個 因為母雞 現在其實沒有辦法產生 所以民進黨基層蠻焦慮的 那國民黨的母雞呢 那如果說未來真的是 這個雙城齊謀成真囉 陳時中跟這個陳建仁 聯合在雙北的話 國民黨不會害怕嗎 不會 因為侯友宜在六都的施政滿意度 還有包括全國各縣市的 這個不管是五星級縣市長 他永遠都是一直拿低音 你認為他還能當母雞嗎 這一次的恩恩事件 對他的確是很傷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的這些民調和網路的聲量 還有這個防疫的疫情啊 奇怪怎麼做 他就是都是拿第一名 大家常常在很多人 不管是我常聽到很多人罵他 但是他就是拿第一名 就是很奇怪 然後網路上也是這樣討論聲量 也是也都不會落下來過 所以侯友宜跟台北市的這個蔣萬安 至少在形象上是可以搭配的 因為兩個人都想要走中間溫和的路線 都不想走極端 侯友宜是這樣 蔣萬安也其實很明顯 剛剛來賓其實都有講 所以如果碰上這個陳建仁 大人哥跟這個陳時中的話 我覺得是台灣的選舉 精彩程度就在這裡 真的比連戲劇還好看 有得拚啊 就是變成五五波 這樣一個形式 彼此雙方的陣容都不都不落 都很強 然後都是精銳進出 所以我剛剛才會說 那國民黨那個不具名的人士講說 決戰在北桃 其實北桃北台灣就是台北市 桃園市還有新北市 就北台灣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才能夠說明藍綠 誰能夠拿下最多的一個縣市 但其實他這樣子樂觀是OK的啦 只是真的是不是真的能夠像2018 因為2018年真的有那個寒流的這個效應 現在2022年恐怕沒有這個2018年 這個趁勢而起的這一股這個 這個這個這股流 所以變成各個縣市就要自己 想辦法把自己 我也覺得國民黨本來就是 敵人就是來自於內部 最大的這個問題團結的問題 如果這個部分沒有問題的話 我覺得朱立倫他現在在做的事 是我不管其他人 因為他已經變成一個 弱勢的黨中央跟黨主席了 我就是沒差 我就是沒有權利 然後你也不甩我 那我就做我的 那當然底下人就會更不爽他 就會變成一種惡性循環你知道嗎 但他所做的事情 又是把國民黨拉回去中間的 你從剛剛不管金黃或誰在講 他提名克制或是這些做法或怎麼樣 有些會跟地方盡量協調 不能協調他就是堅持他像苗栗 然後所以這些狀況呢 像桃園 他繼續在桃園也是一樣 那慢慢的 然後又把這個地方的慢慢的 如果說能夠在2022年今年年底這樣的選戰 讓他打出變成說朱立倫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一個很大的賭注跟實驗 成了呢 那當然他就是 因為這個是成王敗寇 在黨內就不敢再有人挑戰他了 那如果說真的是不幸敗北了 很多的這個狀況 各縣市都出狀況 那恐怕不用等到明年或2024 今年年底就是 他自己面臨個人的生死存亡 存亡交官了啦